非常谢谢袁兆的邀请 那也谢谢大家在暑期中 因为这个时间其实我真的非常难排 那当时袁兆有告诉我说 如果排7月 其实那个听众的人数会比较少 因为学生们已经回去了 而且还在国考前 但是实在是考虑到后面我的行程会越来越紧 因为各位知道我阴错阳差非常的人生意外 现在要去担任新主市立委的候选人 所以我后面的那个行程应该会 我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 所以我必须要赶快在7月以前 把所有能够演讲的这个场次 都一一的做债务之清场 所以今天绝对没有可能再改期 所以非常抱歉 在一个也许在大家暑假或者国考前 不是很适当的时间来做这个演讲 不过好在袁兆他是有录影的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来的同学 或者是想要对于这个题目 有更多了解的朋友们 也可以透过之后线上录影的方式 再来收看 这个题目其实是 为什么他叫十年磨一剑 其实他超过十年 因为我从开始做营业秘密法的研究 大概是在2011年12年这个交界 那我还记得当时是习近平先生第一次访美 那他在美国的时候呢 就遭遇非常多的科技业者 跟他抱怨说 请中国的科技业不要再来窃取美国的营业秘密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如果各位Google New York Times到现在应该都还看得到 那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就引发了我的关注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如果以台湾跟美国他在科技上的发展这么紧密相关 美国自己有意识到中国的半导体或中国的科技崛起 对美国的科技业发展会产生威胁 他势必也会要求他的盟友 跟他守住的这个高度跟标准必须是一致的 没有可能他自家的这个法律非常的严格 但是他的partner法律非常的宽松 这就等于开了一个后门 所以我当时觉得美国既然已经开始讲 这个营业秘密了 再何况他本来在1996年就已经制定了联邦经济间谍法 虽然当时美国制定经济间谍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防范中共 因为1996年中国的经济才刚刚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那个一定不是针对中国定的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那个电视名嘴在那边讲说什么 美国有经济间谍反来防范中国的窃取行为 那一定不是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对象是苏联跟东欧 那因为当时的东欧变天苏联的瓦解 使得很多在重要的高科技或重工业 甚至国防军事的武器 他会从这个政府的这个公营顿入民间 所以他包着民间的外观来跟美国的企业合作 说美国企业会不知道他原来背后其实还是政府 所以很担心这些所谓的计划经济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会窃取美国的这个重要的科技研发核心量能 于是才把他定了一个联邦经济间谍法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2011年当美国的科技产业 有对于中国有这样的抱怨的时候 那就代表他1996年这个经济间谍法 非常有可能再被拿起来作为很重要的武器 可是与此相较当时的台湾 我们的营业秘密法虽然有 可是是没有刑事处罚的 好我们的营业秘密法早在1996年就有了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刑事处罚 我们最早的所谓的制裁三法 专利商标跟著作权都有刑法 那跟各位现在看到的专利已经去刑化了 可是商标跟这个著作权都还留着 那么各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大法官释字594号解释 因为商标是有打到大法官那边去的 这是很少见的 就是专利商标的智慧财产权的案件 跑到那个需要大法官申请事件 就是因为专利已经把刑法除罪化了 商标说我也要除罪 可是大法官说no no no 这是不一样的 专利的除罪化是因为 当今天专利被仿冒的时候 消费者不见得会蒙受其害 而可能会承受利益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有人这个专利把人家窃取去 不付人家权利金 那结果消费者应该是可以买到品质类似 但更便宜的商品吧 因为这个制造人他既不用去研发 他也不用去申请 他更不用去缴专利的维护费 所以理论上消费者应该是赚到 对不对 那最倒霉的就是那个研发人 跟那个专利权人 所以后来专利就说 那既然是这样 我就罚你这个三倍的损害赔偿 让你好好的知道 你以后就不要再做专利侵权的行为就好 可是当商标今天到大法官解释的时候 大法官说词理不通 你跟专利是不一样的 各位想想看商标专利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比如说我们看到原照 我们原照的这个出版的这个商标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他是一个像这个太阳一样的火炬 外面是红色里面是黄色 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商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专业的出版社 他出有月旦法学杂志 他在城大旁边有个展览馆 他有个演讲厅对不对 结果今天你看到他在城大旁边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 只是他的外面那一圈还有那个12道光芒这样子 你就以为是原照 你就走进去 你发现他里面的书籍少的可怜 然后演讲厅破破烂烂 然后完全的那个付费方式完全跟原照是不一样 你非常惊讶你就问他说 为什么月旦法学杂志 为什么原照会变成这样 他就说不是啊 我们叫一个什么什么名字之类的 然后我们只不过是长得很像而已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被骗了 你会觉得吗 所以商标混淆的近似性其实是一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你不愿意长期经营你的品牌形象 你却用近似的商标又使消费者进来消费 让他得到与心中的期待不相符合的商品或服务经验 所以大法官说不好意思 这个有诈欺的成分在里面 这跟专利可以除罪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商标是不能除罪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跟法治的严格 也是有一段时间的 营业秘密是所有的智慧财产权保护法律里面 最晚一个被制定的 他被制定的时候内部是没有刑事的处罚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内部的刑事处罚 其实讲白了 我们在1990年 我们还是一个重要的知识输入国 我们很多的营业秘密 其实是要靠我们去跟优势技术 的其他国家跟产业学习 那再加上当时已经专利商标跟这个都已经在讨论 而且专利已经除罪化 所以营业秘密一开始就只有民事的处罚 他是完全没有刑事的 那他会跟你讲说 我虽然没有刑事 可是你还是可以用刑法分择 我们又不是没有刑法分择 对不对 所以于是刑法分择就从营业秘密开始 被拿来当作营业秘密保护的手段 可是各位就发现营业秘密如果用刑法分择来保护 就会有挂腕漏一或者是挂一漏腕的状况 举例比如说 各位可能会想到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什么 如果有人偷了我的营业秘密 那我可以用怯道吗 不好意思不行 因为怯道只有目前的物体的部分 只有一个怯电 对不对 而且还特别规定 因为电器不一样 所以才规定了这个怯电罪 那你再想想看 他说那你可以用什么呢 我可不可以用妨害电脑使用罪 可能可以 因为我无故入侵别人的电脑 取得别人的data 可是首先第一个 我是必须是无使用权限的 营业秘密的窃取行为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有使用权限 他自家就是研发处处长 他自家就是人事主管 所以他使用那个账号 本来就是有使用权限 他并没有破坏 破解别人的密码进去 所以你要用这个妨碍电脑使用罪就不行 那你就说 我们有一条泄漏工商秘密罪 对不对 可以啊 泄漏 听起来跟这个营业秘密的窃取最像 可是你要知道 泄密罪里面 它的违法方式只有一种 就是泄密 可是营业秘密的侵害行为 不一定要泄漏给别人 举例我们台南 大家最喜欢吃的 我昨天去那个吃完那个那个炒泡面 其实他不是炒泡面 他应该是拌泡面 他是用煮的 吃完以后大家问我怎么样 我就说 我觉得我炒比较好吃 可是我走到隔壁 他家有在卖那个逸丰冬瓜茶 知道吗 请问冬瓜茶里面有没有营业秘密 当然有啊 冬瓜茶的配方 对不对 冬瓜茶配方当然是营业秘密啊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营业秘密一定是高科技半导体才用 其实台南腐蚀皆是 各位那一个什么什么杜晓月 从清朝光绪年间就没有换过的肉燥 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 可是那一锅绝对是有很重要的营业秘密的啊 所以如果我今天窃取了杜晓月的营业秘密 我并没有泄漏出去 我是打算自己再开一家叫做杜大月 这样可以吗 请问这样我有泄漏工商秘密吗 不好意思 我没有泄漏 因为我没有跟别人讲 所以你怎么用泄漏工商秘密办他呢 他就是拿回家要自己用的啊 所以他也没有妨碍别人 他没有泄漏啊 对不对 那你说那我知道 那我知道 这个员工去偷了人家的杜晓月的配方 要自己开杜大月 虽然没有泄漏 但起码有背信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很可怜的 在刑法分择里面要想办法找出一条来可以用 没错 这个人确实是可以是背信 但如果这个人背后还有一个人叫做林志杰 其实从头到尾就是林志杰想要杜晓月的肉燥配方 所以我才叫他的员工去拿这个肉燥的配方来 对不对 好我跟他讲说 你我重金挖角 这个时候请问你那个泄漏有办法处理到我吗 除非你用刑法的拟制共犯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刑法我们不是有一个拟制的共犯吗 对不对 因为背信要有身份犯啊 我又没有跟他有什么关系 除非我跟他有翻译的联络行为的分担 我才能够被拉进去嘛 对不对 举证责任是不是很难 超难的 对不对 所以要拉我也不容易 可是这全部里面谁最坏 我最坏啊 对不对 因为其实就是我资金都传好了 店面也租好了 我就是要开一家肉灶这个切阿弥 我就是所以我才去教唆他带枪投靠我嘛 可是你要证明我跟他必须是有翻译的联络 对不对 行为的分摊 而且我有你自身份犯的情况 我才会被拉进来属于背信的范围嘛 因为我又不是他请的员工 我怎么会跟他有信赖的关系呢 对吧 好 所以你就发现说 嗯 刑法之间好像不是那么合呢 每一条都有些地方可以用 有些地方不能用 是不是很麻烦 就超麻烦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2013年 台湾面临中国跟其他国家 对于我们的高科技业大举挖角以后 回过来看 发现 这个商标有刑法 著作权有刑法 营业秘密没有刑法 刑法分择的刑法不好用 再加上呢 这个习先到美国去以后呢 美国说 这个中国你不可以再来想办法窃取 我们重要的科技的核心竞争力 台湾好你跟他这个语言共通又有这么多经贸往来 你会不会变成我国的破口呢 好当我今天已经说跟台湾有这么频繁的合作把很多研发基地都设在这里你自家有个东西叫营业秘密法里面都没有刑事处罚 然后你的刑法这么落高对不对 感觉不太好用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去修一下你的法治呢 再加上我们园区里面有多家的产业惨遭这个带枪投靠 所以在这样的一股风潮里面 2013年才开始有了营业秘密刑法化的整个历程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十年某一件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超过十年的 那既然是这样如果营业秘密这么能够解决 而且我们也已经修了营业秘密法有刑法了 为什么我们在去年还要再去修国安法呢 如果我们营业秘密已经能够解决经济间谍的问题 那何必还要今年去年大动干戈的要去修这个国安法 所以这里就是今天这个演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今天的内容我们会先稍微提一下营业秘密 因为不能不提 因为国安法内容是把整个营业秘密法定义搬过去用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营业秘密法 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国安法的新修内容 我只是跟各位说今天是各位含金量很高的一堂课 所以你刚刚如果有喝咖啡现在精神很好你就赚到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去 今天如果回去以后还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之前我有在这个全国律师有登过一篇文章 它等于是今天内容的文字版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想理解一下关于营业秘密的部分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关于营业秘密的话 我这本书里面也有一整篇在讲那个国内营业秘密刑罚化的历程 那因为这个营业秘密的刑罚化以后呢 它就变成在营业秘密法里面有十三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去处理 却取或不法得知营业秘密的议题 好于是我们就有营业秘密的刑罚了 那当然它就优先适用了 但是这个修法的过程里面也充满了各种令人傻眼的状况 比如说它修过以后呢 突然之间我们的公平会就说 既然已经有营业秘密法了 公平法里面窃取他人营业秘密造成不公平竞争 这一条的刑罚就可以删掉了 所以公平会就自己提议把这条删了 我当时大惊失色 我有去拜访公平会 我就说你们怎么会自己决定把这一条删掉 因为这个法义完全不一样的 各位去想一下 营业秘密的窃取行为 它的层次 它有可能是企业跟企业之间 或者是个人商号跟个人的这个研发者之间 这就是个人五体财产法益的侵害 对不对 就是五体资产的一种侵害 智慧财产权的一种侵害 但是它也可能是社会法益的一种侵害 对不对 你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个美人鱼头绿色的 在世界各地 你一定就会觉得走进去 你就会有一个一样品质的咖啡 然后它可以选大杯中杯小杯 然后它有辣椅 对不对 然后它有厕所 它有WiFi 你一定会对它有某一种投射 但是你今天走进去 发现它没有厕所 然后没有WiFi 然后没有空调 然后给你一球奶精 你一定会非常震惊 你一定会说 星巴克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他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是月巴克 每人鱼是短头发 所以五体财产权的侵害 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种公平竞争 就说我并不想要好好的经营我的品牌形象 我是剽窃别人的东西 然后剽窃别人的东西来混淆别人 然后让别人来消费 对不对 所以五体财产权的侵害 有可能是公平竞争 你再想想看那种营业秘密的竞争里面 别人要多么的辛苦 才有可能一颗药从研发到上市 以生医科技业来讲 它的那个研发历程多么的漫长 我还记得我们交大大概在七八年前被科技部来函纠正 那时候是国科会 他就说你们交大的动物实验中心太糟了 就是我有一次被硬邀变成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委员 我觉得这个委员会就应该叫我先生去做会比我做更合适 因为他是一个30年的吃素者 对于杀生这件事情他有非常特殊的想法 我就跟他说既然这些动物无论如何都要被实验 是不是应该让他有人道有尊严的被实验 那现在交大被人家抨击说我们的动物实验中心不人道 他就说你这种不人道的状况 你家的白老鼠到底是热死的 还是因为做实验死的 变数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严重影响那个结果 就我们学校就赤巨资去盖了一个五星级动物实验中心 那后来陈志雄老师就说好吧 我觉得基于一个佛教人词理念 我愿意去担任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一颗要从动物实验到人体实验 他要走过多少的历程 对不对 然后有人他不愿意去投资这样的设备 不愿意去做 他只把别人的数据 别人的资讯收过来为己用 然后就剽窃了别人这么辛苦研发漫长的过程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吗 如果每个产业都要这样 谁要那么呆去投资研发的成本 谁要去创新呢 大家都只要挖角 叫人家把数据带过来不就好了 所以当然他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法益 我是不懂公平会为什么会自费武功的把这一条删掉 我如果进了立法院当立法委员 我一定会回复公平交易法的这一条 我觉得真是乱来 就是不知道为何 他的想法可能是一种吸收的概念 就是重度吸收轻度 既然营业秘密法已经这么重 公平交易法这一条只有一年有期徒刑 因为跟妨碍工商秘密罪一样 所以很低 所以他就想说那就给他好了 那不行啊 他的法益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你才会看到我们营业秘密法里面 十三之一是可以告诉乃论的 请问公平交易法的案件可以告诉乃论吗 公平竞争秩序可以告诉乃论吗 当然没有啊 所以你保护的法益显不相当 你怎么会认为可以为营业秘密法所吸收呢 所以总而言之呢 我们营业秘密法通过以后就发生了两光的事件 如公平交易法这一条莫名其妙就被删掉了 再来营业秘密法通过以后有没有办法解决经济间谍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 显然他也没有国安法医的概念 要不然他怎么会告诉乃论呢 你有听过内乱外患罪才告诉乃论的立法吗 当然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从这个整个营业秘密法的发展脉络就可以知道 虽然他有想要处理经济间谍的问题 但他立法的结果是没办法达到处理经济间谍的问题 而其他处理公益问题的如公平交易法又被自费 所以就非常的奇怪 虽然他已经有了 然后已经有了这十年 因为他是2013年14年通过的 所以将近十年的时间 所有的人也都在学习怎么去处理营业秘密的刑事犯罪 各位要知道突然之间刑罚化以后 首当其冲的苦主就是检察官 好吗 因为在此之前跟检察官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所以检察官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营业秘密 因为以前他没有刑罚化 第二个的苦主就是调查局 所以因为以前他也司法警察也不用去扣押这些电脑之类的 突然之间营业秘密刑罚化 所以调查局跟检调单位在这十年非常辛苦的 要去理解什么叫营业秘密的刑罚化 然后要去理解科技产业 所以我们新竹的地检署 我认为是苦主天字第一号 因为科技科学体员区都在这里 然后这一群被害人又跟一般的被害人非常不一样 对不对 一般的被害人作为告诉人 他最主要的就是依赖检察官 但这一群被害人是完全可以上达天厅的被害人 所以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可能就会引发护国神山的动荡 所以我觉得处理营业秘密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就它既敏感又重要 然后它又涉及跨域的知识 因为这中间可能有非常多 比如说它是生物科技的营业秘密 你就突然之间对于各种葡萄糖胺要有非常多的了解 对不对 如果它是半导体的你就突然之间要对这种晶片等等的制成 封装你要有非常多的了解 所以什么样的产业的营业秘密 但是各位不要觉得不可能有饮食类的营业秘密 你自己Google上次有台湾的珍珠奶茶的秘密 被窃取到马来西亚去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餐饮也是有可能的 再看上一次不是大家有知道台北有家非常有名的加德凤梨酥 上一次中国不是禁止高饼业进口吗 那后来开放了吗 但是他要求开放以后撰写揭露的部分加德不愿意 因为他说这里面到配方跟比例的部分 已经严重侵害到他的营业秘密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知道凤梨酥跟这个 对对我们刚刚讲的珍珠奶茶也是有营业秘密的 所以回来讲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营业秘密 在近10年成为一个法律界很重要的题目 虽然它是一个小众的题目 在过去大家很少会听到有营业秘密 它是一个比较冷门小众的题目 尤其像2011年12年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国内因为根本还没有刑罚化 所以当时我写这个题目去科技部申请 根本人家就不晓得他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这也是跟各位如果在座有法律圈的朋友 我们要去看球即将去的地方 不是球曾经停留的地方 所以现在你可能要去看你未来10年 你会觉得台湾的法律议题会落在哪几个区块 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去具足这个区块需要的知识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法律人才养成非常重要的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作为 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说营业秘密它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被立好的 那立好以后不是不知道他里面有些地方不够 但是已经能通过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还诱发了大家检掉这是大家一堆要学习 然后更麻烦的是他里面不是只有处理被害人的状况 如果你去看营业秘密13之1之2之3之4 你会发现企业也有可能成为营业秘密的刑事被告 我们刚一开始想的都是企业他被别人偷走了 他是被害人 可是问题是企业他也有可能成为被告 为什么举例比如说像前一阵子和解掉的联电美光案 这个联电就被控窃取美光的营业秘密跟福建的进化一起 那你就说对啊 所以企业也有可能成为行为人 有可能啊 因为我们13之4就有规定 如果企业里面你的员工你的高阶经理人去窃取别人的营业秘密 企业必须要负责 它是一个两罚的责任 它是一个两罚的责任 那除非企业可以举证主张他已经尽力防免 那这个法一立下来 我们全部的公司又人养马翻一堆 对不对 因为你员工有8000人 对不对 你员工如果有人去窃取营业秘密 公司就要两罚除非公司能主张尽力防免 那公司就要说那我要怎么尽力防免 对不对 以连电美光案来讲 连电被起诉 起诉一审也被判有罪 那理由就是你有防免但不尽力 好 那连电就会说那怎样叫尽力呢 法院就跟你讲说因为你叫每个跳槽来的员工都牵切解书 说我绝对没有带老东家的任何重要营业秘密过来 绝没有违反 这样子算不算尽力防免 对可是你一边叫他签一边他的自传又写着 我在前公家参与了各项重要的研发情况 然后所以我deserve这个薪资 对不对 那你的切解书跟这个 所以何谓尽力方面 这十年我就要必须非常感谢我们园区成立了这个营业秘密保护协会 那我们交大科法所也跟营业秘密保护协会合办过两次重要的活动 第一次应该是2018年我们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 那第二次是去年的年底 因为国安法的修正我们又再度办了一次研讨会 那从这几年营业秘密保护协会在各个场合不断的去跟业者 包括如何不要成为被害人 对不对 好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因为营业秘密有三要件 如果你说别人拿了你的营业秘密 那你得证明他是营业秘密啊 那当然不是说不是营业秘密就没有保护哦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哦 我发现大家现在有个盲点就是 如果他不是营业秘密你就觉得他无罪了 没有好吗 任何资讯起码也可能会有个资的问题啊 对不对 起码也会有员工守则的问题啊 也会有刑法我们刚讲的也许有背信啊 泄露工商秘密 所以并不是说他不符合营业秘密 然后这件事情就没有了 不是的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对资讯的保护 只要他今天是一个information 只不过他subject to保护的位阶不一样 营业秘密算是最高位阶的 现在有比他更高就国安法 所以国安法会是最高位阶 好那营业秘密算是比一般的刑法要重 可是即使不该当于营业秘密 也不代表这个资讯就是无价值的 可以不受保护的 不是这样的 好 只不过他不符合营业秘密里面的这个规定而已 好 但我们就讲了说营业秘密保护协会 他在做什么呢 他就要去告诉每个厂商说 拜托 你有珍贵的资讯 如果被偷走 你要去主张 他是营业秘密法中的营业秘密 你就要符合秘密性经济价值 跟合理的保密措施 你要符合这三要件 你才能用营业秘密法 你才能够去主张什么侦查中的秘保令 审判中的秘保令 因为这些东西只有营业秘密法有嘛 这样可以理解 好 所以你就要先做到这三个 那很多厂商就说 那怎么叫合理的保密措施 我要做到什么样 好 那我们的制裁局过去十年 也是忙得不易快摘 对不对 他要针对不同的产业 有不同的合理保密措施 餐饮业的合理保密措施 跟半导体约会一样吗 你觉得鼎泰峰会把他小笼包 每个上面都用公文封起来 盖一个彰显密吗 不可能嘛 所以餐饮业有餐饮业的 合理保密措施 那科技业有科技业的 合理保密措施 所以那时候我在很多 跟这个我们检察官 调查人员演讲 我就说可能要按照类别 去看他的保密措施 那合理的保密措施 要用什么东西来判断 我个人认为用风险来判断 这是我提出的标准 什么叫做要风险 你自己得盘点一下 你家的风险哪里最高 你觉得同样都是科技业 以制造业为主的科技业 跟work from home为主的资讯业 两个的风险有一样吗 一定不一样 制造业的风险在哪里 它可能是building进出的风险 对不对 还有不能带手机进去的风险 因为厂区里面的东西 像我们进台积电 我上次带着那样的包包进去 他就说所有的USB都要拿出来 那我就拿出来 他就说只有这个吗 我说应该是吧 就后来在这个门口警卫虎视单单下 竟然找出了五颗USB 我很震惊 因为就有些时候是去演讲 然后像这个司法院或法务部 有时候就会送我那种赠送的 我就把它放在包包里 就不知道就放在那里 他就说这都不行 空的也不行 全部都要带出来 那有这种照相功能的也不行 老人机有照相功能的也不行 那这个就是他对于building的合理的保密措施 但是如果work from home 他最重要的风险是什么 资安嘛 骇客嘛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 他要多花成本的就应该是在资安上 而不是在门禁管制上 所以那再来跟内人跟外人的风险也不一样 你不可能把家里的员工跟总经理 当作是骇客一样的房 这太恐怖了 每个进去都要刷三道 人脸辨识 红膜辨识 再三道密码 那谁要在你这里工作 不可能 所以他一定会有对员工的test 跟对外人的test 可能强度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合理的保密措施 第一必须要分产业 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 我说鼎泰峰是我见过 最有合理保密措施的餐饮业 你看他开得出第二间吗 只有鼎晴峰 对不对 好 你就开不出第二间鼎泰峰 就是因为他很有合理的保密措施 他的合理保密措施 不是像大家想的 我之前学生都跟我说 鼎泰峰哪里有合理保密措施 他都在玻璃窗里面包小笼包 所以一定没有保密 他没有秘密 他当然有 你只看到的是最后一步 你会知道他的剑虾 他的小笼汤包虾仁是剑虾 跟谁批的吗 然后他的比例 他的猪肉 肥瘦肉的比例 他的酱料 对 鼎泰峰当他把流程切成18段 那就是他的保密措施了 每一段的人只能focus在这里 你看到所有的像 五十兰清新福泉 什么奶盖茶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 合理保密措施的 中央厨房就是他的 合理保密措施啊 对不对 你只能够拿到原料 你在最后一步的人就是按照他的比例稀释 然后封装收钱 这就是合理保密措施啊 你不能够要求他跟科技业的保密措施是一样的嘛 所以你必须要按照不同的产业 这个是指被害人端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要成为被告 那你就不是合理保密措施的问题 你是尽力防免你家的员工去偷别人的东西嘛 那你要怎么尽力防免呢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合理保密措施 你就要分人的管理 物的管理 资讯的管理嘛 那如果今天你是被告 你要尽力防免你家的员工去偷别人的 你至少要做到哪些 事前的防免 事中的防免 事后的防免 差不多跟防治性骚扰一样的概念嘛 我们现在雇主不是要事前防免 事中防免 事后防免 同样道理 你的compliance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公司或者是你的企业内部 该怎么样避免你的员工不当使用 窃取他人的营业秘密 你要有一个program 好 今天一旦红线警铃出现的时候 你要拿得出来 你说我真的是有这个program 而且我有教育 对不对 好 所以企业就会请志杰老师去演讲 然后就录成两小时 每个要入职的 要拿到他的工作证之前 都要先看完志杰老师的影片 做完实体的简答题 然后你才能拿到嘛 然后如果今天真的发生这个 至少公司你拿出来说我每一个员工都有哦 考试通过才可以哦 哪里有没有教育他 我们都跟他讲说不可以去拿别人的 然后尤其是前公司的什么东西 你绝不能拿来用 你至少要有这个嘛 不然你一定会被这个员工牵累嘛 这样可以理解这是两个概念嘛 一个是企业作为被害人 一个是企业作为被告 好 所以过去十年营业秘密保护协会超忙碌 好吗 他就是一直要跟所有的业者讲说 你不要变成被害人 你也不要变成被告 好 所以你内部该做的要做嘛 好 所以所有的企业因为营业秘密刑罚化了 就乱成一团嘛 首先他要先赶快盘点自家有哪些营业秘密 对不对 好 然后营业秘密价值多少 好 比如说你东西不见了 你资讯被偷了 那调查官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的秘密是值多少钱 你跟他说两亿 然后跟他说 那人家就问你说那你有什么措施 你觉得你家有两亿是开门现金在地上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一定要保管他嘛 好 所以你就是要有一个program 去告诉别人你这个资讯 如果他该当营业秘密 你做了哪些事已经符合合理的保密措施 你可以跟他说我已经盘点过风险 那我们已经依照风险的高低等级 对他做有不一样的保护措施了 所以我们这个绝对该当营业秘密 对不对 好 那反之另外一种故事的signal 是你家的研发主管 因为压力过大 研发不出来 现在你这个时间到了 他为了要缴交他的绩效报告 不当的去拿别人的东西来用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公司被调查了 说你们家窃取A公司的营业秘密 那B公司说我们哪有 他就说可是你的员工这个最正确 所以我现在要量罚你 企业说不对不对 我们都有完整的教育事前事中事后 对不对 我们有规定说一旦今天启动 像今天你告诉我以后 我们生产线就已经全停了 我没有说一边应付你一边大量生产 你总要有一个SOP 对不对 你要有一个program 今天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别人 你有做到尽力方面 你才可以不用负责 所以过去10年已经很忙碌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没错 营业秘密法有一些缺漏 不是很有办法保护到所有的法益 如公平交易自费武功 如国家安全怎么会里面还有告诉乃论之罪 所以我们想说营业秘密法刑罚化以后 是不是可以再来修一下呢 大家说拜托我们好不容易10年才教育宣导 大家现在都理解 你又要去变动它可能真的很麻烦 如果今天真的只是要处理国安的问题 要不要去国安法处理就好了 不要打击面过大 这样了解吗 所以虽然知道营业秘密当时在修的时候比较仓促 它真的是很快 因为它是一个在内外交迫的压力下 就是外有美国希望我们这个补漏缺口 内有大量的这个优秀人才遭到外力挖角 所以内外交迫 然后自己法律不够用 营业秘密没有刑罚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 如果你去看它的那个工厅会到最后通过大概一年多 所以非常短的时间就通过了 可是也努力了这些年 如果再去调整它 我觉得包括主管机关跟很多业者可能会觉得 我们现在不想再去调整它了 这是为什么后来没有直接在营业秘密里面改 所以我们后来就走向跟美国不太一样的model 因为美国的联邦经济间谍法 其实1831就是经济间谍罪 1832就是窃取营业秘密罪 所以美国是把它全部放在经济间谍法里面的 但是我们就把它区隔处理了 我们就营业秘密的刑罚化就放在营业秘密里 公平交易法就被废了 然后国安法的部分就是去年把它补上 这样有没有大家比较理解整个的来龙去脉 所以各位看到营业秘密法虽然它已经刑罚化了 但是它面对有一些周延性不足的状况 另外一个没有的就是出口管制 如果各位有兴趣要上出口管制的课 下学期我跟这个陈在方老师 还有我们联发科的素文堂法务长 我们会一起开一门课叫做营业秘密与出口管制 那出口管制其实也是无形资产输出的一种管制方式 那美国其实是出口管制做的最出神入化的一个国家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即使我们它都可以管到我们的出口 你会觉得很奇怪 在台湾出口为什么会是适用美国的出口管制 他管他家的出口为什么可以管到台湾的出口 不好意思因为你使用到美国的某些information 或者是某些data或某些技术 或某些技术含量达一定比例以上 它可以apply到你 这个叫再出口 那美国还有一种状况叫视为出口 就是东西并没有真的出去 可是它在它的国境内被外国人知道 人是可以出去 所以像美国的大学重要的研究室 如果今天是有外国人是坐在这边听课 他听到企业的代表 这个算是视为出口 所以很多的企业跟大型的研究室 它是有出口管制office 对就像比如说交大 我们可能有极机密的某些半导体研发 那课堂上如果今天有中国的学生在这里 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就等于是美国的视为出口 因为它并不是真正人跟资讯出息 它主要是以接收到的是谁 谁get这个information就叫做出口 所以要用反向的方式思考它 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我们有没有出口管制呢 勉强算有 因为我们有一个战略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办法 它是夹在贸易法里面 依贸易法授权定定的 可是我们并没有像美国的出口管制法 那我国要不要定出口管制法呢 也可以啊 可是要定任何的法规就是签易法动全身 所以目前我们就用一个非常暧昧的状况 就在贸易法里面规定了一些出口管制 那我们就有一个战略高科技物品 那这个战略高科技物品是因为我们签署了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反武扩 反对武器 反核武 反武器扩散 所以对于跟战争有关的某些know how 一些technology 一些information的输出 那这些输出依附在货品上的话 你必须要有所管制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 请大家看一下 它的管理法源其实是在贸易法 那放在贸易法里 如果把整个贸易法里面有一张拿来做出口管制 好不好呢 也可以啊 可是跟贸易法精神实在不太合 各位去看那个 要你每一个法规要看他的立法目的啊 贸易法第一条 他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是货能唱其流 就是为繁荣贸易 所以才制定本法 是鼓励大家如何去出口 所以你在一个鼓励大家去繁荣贸易里面 有一个章节是限制出口 这是怪怪的 所以理论上如果最好的方法 其实是我们就定一个出口管制办法 针对重要技术的输出有所管制 这是最好的 好可是这个知识体大 而且业界一定会有各种的议论跟反弹 因为这会影响科技跟科技之间的合作 可以想象吗 比如说我跟他对方要合作研发一个东西 当然我的知识就会输出给他 他的知识会输出给我 那这个都要管 这国家也管太大 不好意思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现在处于美中贸易战的状况 属于这个民主跟极权之间的对战 所以他认为他对出口管制 他每天都在更新他的各种出口管制清单 各位只要Google一下新闻 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我国有没有出口管制办法 不好意思目前没有 好我们现在只有战略高科技物品出口管制办法 那他是在这个贸易法所授权下面的 那他最主要的是禁止或者是管制输出的地区是哪里 你可以看到除了中国另外就是这些我们讲的所谓极权国家 好他有核武像伊朗伊拉克北韩苏丹跟叙利亚 那他当然也是有刑法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因 因为他有刑法嘛 好你可以看一下 就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也有法人的这个两法制 好 那么再来就是可能跟各位就可以谈到了 我们刚刚讲了说营业秘密法已经有几个重点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他当时立的时候虽然有这个企图心去立成一个 兼具个人法义社会法义跟国家法义的法 好所以你看他的十三之二 好营业秘密法的十三之二跟十三之一 好各位Google一下条文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简报档里面没有 你可以看到十三之一 他比较是属于侵害财产法义的概念 好他就是说 你这个不法侵害别人的营业秘密 好这就是属于侵害营业秘密罪 同时他还有什么呢 后面的二三四都跟不法侵害没什么关系 比较是属于不听从指令这样 像比如说第二款他是说本来已经知道了 本来就已经知道了 好第一种状况是我本来不知道 比如说这个我很想知道这个杜小月的一些营业秘密 所以我就去偷他的配方 好看 听优优独播剧场 最后就是负责的 因此有像是另一样的 鑫人们的墙 比较后 看儿子这要是不一样的